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肩盲的人腹下匍匐前行 来不及闪躲冷凌的月光 偶尔被东北季风吹歪了身形 暴雨来袭令我情绪失控 四处流窜着是生辉 很近的衰微插撞出一串串火花 这新石器的火花呀 在天际喷剑闪闪溢溢的繁星 而明天一来 它们将是入水战施的曙光 作为一条溪 旧的有随时受伤的准备 火是喷体淋伤的溪 谁来为我唱首阿布莎的歌谣 很久以后才有主法来来回回 在我身上弹奏着无言的歌 我终于知晓 歌只能自己唱给自己听 大栋山也罢 远方的海岸遥遥 不来雾散 潮水何时了 凡此种种尽是 我无法离弃地蓄以敏感 《花子戏》这首诗呢 我是刻意用第一人称 我成为一条溪的时候 我可以把人跟溪流的观点 结合在一块 我里面的诗句会去刻意讲到 好像他好像战战兢兢的 然后呢偷偷摸摸地在那边 扶扶在那边前行 仿佛怕被人才发现到 用第一人称 他可以表现出更丰富的情感 也更能够拉近读者 跟这首作品的亲密度 飞跃文学地景 看见台中法子西之美 正确据